大家好,我是熊猫 9月4号,福清核电华龙1号,5号机组手堆核燃料开始张载 这预示着我国自主研制的三代核电技术离建成投产直差一步 我相信,每个热爱中国,关心中国技术的小伙伴听到这个消息 都会感到莫名的兴奋 但是另外一些对于核能不是很熟悉的网友 往往会谈核色变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不断大力发展核电技术 一些关于核安全问题也不断被提出 核电站到底安不安全 周边居民的生活到底会不会有问题 核废料怎么处理等等等等 今天,熊猫就一一解开这些疑惑 以及核电背后的美好未来 老规矩,为了全面硬核科普 并且方便大家理解 本猫会先从核电站的原理和核电站的安全体系开始分析 然后再到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核电站 以及核电站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本期还会高能硬核 大家请放心观看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不仅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冷断 也宣示着我国在核技术上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原子弹之所以威力这么大 是因为其内部发生核裂变 也就是核分裂 它是重的原子 核分裂成多个质量较轻的原子的核反应 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原理都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 只不过原子弹是不可控核裂变 核电站是可控核裂变 核裂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极其巨大 符合爱因斯坦的质量方程 E等于mc的平方 在核裂变的过程中 由于光速的平方基数非常大 因此只需质量很小的原子 在裂变过程中就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具体有多大能量呢 我们一个拳头大小的核燃料 能释放大约500多吨煤燃烧后的热量 按一吨每立方米来计算 相当于一个拳头和两层楼高的房子来比较 所以核能又被称为一把双刃剑 把它用于发电能造福于人 把它用于军事能够带来毁灭世界的可怕后果 现实中我们很多人都将核电站想的很神秘 其实这是大大的误会 核电站的具体发电过程和火电厂是一样的 都是利用热能将水变成蒸汽 再用蒸汽推动气轮机做工 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 只不过火电厂是把燃烧煤 石油等化学物质产生的热量 将水蒸发成气态 而核电站则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释放出的热量 这个原子核通常是有235原子 或者是不核 因为油矿含有辐射 所以很多网友不理解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核电技术 这就要说到视频第二部分 为何我国要大力发展核电站了 实际上不止我国在发展核电技术 美国 俄罗斯 法国等西方强国 都在大力发展核电技术 尤其是美国和法国 可运行核电机组数量 长期排在世界前两位 2019年两国核电机组数量 分别为99组和58组 而我国2019年运行核电机组 仅为47组排在第三 可以说世界电力大国 都在大力发展核电技术 那为什么核辐射伤害这么大 还要尊先修建核电站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核电技术拥有比其他能源更明显的优势 首先和化学能源相比 核能拥有能源消耗更少 环境污染更小的优势 在销量上 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厂 每年只需要大约30吨的核燃料 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 则需要燃煤350万吨 记住啊 这里的参数是30吨和350万吨的对比 两者相差不是100倍 也不是1000倍 而是高达10万倍之多 如果是你 你选择哪个 来 弹幕告诉我 在成本上 核电燃料成本约为0.1元每千瓦小时 而火电燃料成本约为0.3元每千瓦小时 两者同样相差三倍 在污染方面的差距已久巨大 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 年减排可达到600万吨的二氧化碳 2.5万吨的二氧化硫 1.5万吨的氮氧化物 这么说大家可能有点抽象 我用一组数据来对比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 广西防尘港核电二期 二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发电一年 减排1300万吨 环保效益相当于直数造林 约4万公顷 而我国2019年核能发电减排2.81吨二氧化碳 90万吨二氧化硫 和79万吨氮氧化物 整体减少燃烧1亿吨的标准煤 环保效益相当于直数造林80万公顷 纵上 核能在成本 效益和环保上都越远超过 污染性高的化石燃料 在全球都提倡清洁能源的大背景下 核能更符合我国乃是人类未来的能源发展方向 这是为什么世界大国都在竞争核电技术 有些网友可能会说 不是还有其他的清洁能源吗 其实在清洁能源内进行比较 核能优势依旧明显 第一 核能受环境影响小 比如 风能需要风场 但是风大风小和风向都无法控制 水溢发电也有风水期和枯水期 王府发电也受季节性影响 云天 多云都会影响发电 乃至季节因素都也会影响太阳的摄入 这些环境因素都会衬托出 核能的稳定性更加优越 而电力供给恰恰需要稳定性 总不能工厂用电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吧 往小了说可能会影响工厂的生产效率 往大了说还会影响工厂的安全问题 除了稳定性 还有对环境的影响差异也很大 水电 光伏 甚至风能都会面临一个致命的缺点 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 比如 以前的三峡大坝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争论了很多年再比如官府反射 造成鸟类大量死亡的新闻也并不少见 第三个原因是用电距离 看过本猫的我国超级电玩的一些视频都知道 风光水电 电力都远在西部 但是我国用电大声都在东部沿海 距离相差甚远 虽然有特高压运送 但是依旧有损耗 也有特高压无法乘送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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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之不利 使得堆心余热没有及时导出 最终导致堆心过热 熔毁和氢气爆炸 酿成重大核泄漏事故 这场核泄漏事故当中 堆心余热是导致堆心烧毁和轻爆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 在世界核安全体系中 只要保证堆心余热排除 就可以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这成了国际共识 而保证堆心余热排除 则需要保证能源供给 最麻烦的是 能源供给又很容易被地震 海啸等外力摧毁 辅导核泄漏事故中 就是电能的能源驱动系统 被海啸摧毁导致核泄漏 因此为了保证电力供应 各国核电站的选址都是极其严格的 根据我国核电厂常指选择安全规定的相关要求 我国核电站选址是严格到要考虑极端的外部事件影响 比如地震 气质 气象 洪水 以及飞机坠毁和化学品 甚至爆炸等因素 可以说 立项之前 选址就已经排除了这些特殊情况的危害 有人要说了 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 谁知道会不会就发生在核电厂附近 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 所以 保证选址安全外 华龙一号还自主设计多种安全措施 保证极端情况下 依旧能有效保护核电站的安全 我上面说的 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体系 就是华龙一号最典型的代表 我们先说说国际上常用的能动安全系统 具体的原理是 当出现严重的事故以后 核燃料继续产生余热 导致反应堆产房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上升 如果温度无法控制 就会导致堆心过热 从而引发事故 通常 堆心达到一定温度后 就可以打开阀门 水泵就会把水直接打在喷灵头上面 起到降温的作用 而打开阀门就是利用诸如电能等能源进行驱动 所以称之为能动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 这个能动系统有可能被外力打断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华龙一号还率先采用了非能动安全系统 顾名思义 就是不用电力等能源 也可以驱动的安全系统 具体的原理是 当反应堆厂房内部的温度压力上升时 此时空气因为高温的影响会向上流动 这个流动的过程会产生自然的驱动力 非能动安全体系 就是利用这个驱动力 使得核电厂房能够在能动体系 因为极端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工作的时候 依旧能正常运转的安全体系 怎么听着有点像高压锅产生的力 好吧 其实这么理解也没错 玩笑玩笑 在核电站安全体系上 华龙一号是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体系 非能动就是能动安全体系的补充 像这样的双系统安全体系 在华龙一号上总共设置了三处 第一处在燃料组位置 第二处在一回路的压力边界 第三处在反应堆的安全壳 这样就形成了双系统的安全体系 加从里到外的三重保障 可以完全排除因为外界极端环境情况 保质的核泄漏安全事故 在2016年我国发布中国的核应急白补书显示 中国大陆所有运行的核电机组 从未发生过国际核辐射事件 二级以上的事件和事故 然后你以为我国对核安全的努力 仅仅于此吧 那你可就小看了 在核燃料利用上 华龙一号首串177组堆芯燃料组设计 这个设计将国际通用的157组核燃料 增加到177组 这是一种基于更高效堆芯组设计 核电力可利用率提高10% 达到90%之多 利用率提高意味着核废料的降低 核安全也就相对提升了 除此之外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也在2017年成功开发 全新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 简称ADANS ADANS可将油资源利用率 由目前技术的不到1% 提高到超过95% 处理后的核废料量不到发燃料的4% 放射寿命由数十万年 缩短至约500年 到目前为止 我国油资源利用率和核废料处理率 均处于世界No.1 而这两者的高效利用 可以再次减少核污染的风险 来 将至近两个字 献给我国科研工作者 可以说 在核电站安全问题处理上 我国一直在飞速狂飙 早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我为什么要强调安全呢 就是想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事实 我国的核电站是否安全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的放心 交给国家就行 好了 核能安全问题我们科普完了 看到这边 你们是否还担心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性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下看法 解决了核电站安全问题 我国核电站就迎来了飞速发展 2019年年底 我国在运行的核电机组为47台 核电发电量为4800万千瓦 但是再建核电机组为13台 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核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 未来发展规划 已经越来越清晰 实际上 类似华龙一号的核电技术 还有国核一号 可以说 我国的三代核电技术 已经到了全面实施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 核电技术的产业链 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全面国产化 拒绝被卡脖子 不仅如此 我国的核电技术 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华龙一号总设计师 邢季就表示 没错 我国的核电技术 就是冲着引领全球去的 2012年 世界首作具有第四代核电特征的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在山东省微海石岛湾开工 目前已经在稳步推进 有望在2021年年底建成 除此之外还有 纳冷快堆示范工程 正加快建设 土机熔岩堆启动建设 千币零功率反应堆 首次实现临界突破 可以说 在未来的核电技术上 我们国家依旧在快速狂崩 2020年8月28日 商务部科技部调整发布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讲到第三代和第四代核电设备 材料以及核电机组设计技术 列为禁止出口名单 可见我国实现 核电技术领跑的恢宏愿景 正在慢慢实现 伴随着核电技术的发展 我国核能产业走出国门 也就顺利成章 2017年5月 中国与阿甘连签订 建造两座核反应堆的合同 2017年10月 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在 恰西马核电站建造一台 华龙一号机组的商务合同 2017年 中国还与法国 肯尼亚 泰国 乌干达 沙特阿拉伯 巴西 柬埔寨和越南 签署了合作协议 2020年9月4号 巴基斯坦卡拉西核电站 K2机组完成一回路降温降压 标志着K2机组热台性能试验 圆满结束 可以说 核电正在成为我国高科技的新名片 乃是失智名归啊 然而 核电应用的未来更加充满想象 核电技术除了不断追求安全以外 也将追求核反应堆小型化 根据中国能源报显示 模块式小型堆示范工程 已经列入国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和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中 截至目前为止 首个路上小型压水堆示范工程 已经展开前期工作 为核电小型化电机基础 核反应堆小型化具有体积小 移动方便 安全性高的特点 这些优点将会助就 核反应堆应用的无限未来 或许等到我们实现核反应堆小型化 乃至微型化后 我们的世界将变得不一样 在生活上 偏运地区只要安装小型核反应堆 就可以解决以往通电难的问题 在商业上 每座工厂都可能应用小型核反应堆 在军事上 除了已经实现的核潜艇 核动力航母 以及更加先进的核动力飞机 核动力机器人等等 都会出现 假如我们的想象力才高点 像钢铁侠那样 可以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 都有可能实现 不要以为这不可能 黄龙一号总设计师刑记 在强国课堂上就说过 这是可能的 除此之外 大家再想想 在无限遥远的未来 如果实现了可控核聚变 就可以直接用可控核聚变 替代核能 等到那天 或许曾经在电视上 才能出现的科幻世界 真的会来临 当然 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美好未来 在实现这些之前 我国在普及核电的道路上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 我国的核电规划 也已经长达15年 到了2035年 我国核电发电量将增加4倍 达到2亿千瓦时 然而到那时 核电的总量 也才占全国电量的10% 所以 路慢慢起修远兮 我们也只能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期待未来早点实现 好了 我是熊猫 一位超级硬核的科普作者 如果你喜欢我 一定要记得给我三连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我们下期见